你有狠心 有信心 去走這條路 當然我是非常祝賀你 因為咱們中國人這麼勤勞 這麼用功 這麼聰明 只要你這個路裡走下去 你肯定會成功的 肯定會成功的 那麼如果你走 你決定你要當著老闆 那麼我現在我有幾個忠告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教訓 一個就是72行 行行處照演 不要考慮就是我學生物語學的 我創業我一定要在生物語學 不一定的 不一定我是搞分子生物學的 我一定要去克隆蛋白質 這都不一定的 我覺得我的朋友 很多在其他行做得很好的 房地產做得很好的 開那個旅店 開Motel做得很好的 連開雜貨店 都已經掙了很多錢了 行行處照演 就是你自己想想 這條路你應該怎麼走 但是如果你能夠 按照你所學的 去創這個業的話 當然更好 因為你對這個行業對手 但是不一定 千萬大家規定局限在這上面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一定要從市場和消費者的需求 這個啊 講起來很容易 但實際上大家都不是這麼做的 大家就是 總是想到我學的 總是跳舞做的框框 我有個朋友 他考察 像我考察了五六年了 他整天翻書啊 投書館啊 盲粉啊 他就翻他學的這個東西 那學東西沒有機會啊 是吧 你真正要找一個機會了 你必須要看看 現在市場缺什麼 現在消費者缺什麼 然後你再怎麼樣滿足這個需要 這是最容易找到機會的 我舉一個例子 就剛才講到這個劉沛泰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在這個北美啊 現在加拿大 每人平均每年消費流來是250公斤左右 但是我們國家目前呢 是大概六到七公斤左右 這個差距很大 當然不一定我們中國人 一定要喝他這麼多奶 但是這個差距還是很大 所以我們政府呢 這個提倡 每人每天一杯奶工程 這是咱們政府提倡的 但是你想想 咱們這麼多人 每年每天 每人每天一杯奶 這個是不得了的需求量 那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也是很多專家 動了很多老金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情況已經變了 在當初的時候 國產的土生土長的母牛 每年每支牛 產兩到三噸 在這邊 赫斯坦牛 產八到十噸 都是很平常的牛 因為他們這麼多年 他們不斷在改良這個品種 是吧 如果你要提高 咱們國家的牛奶產量 你必須要引進這種優良的品種 那麼怎麼引進 你不可能每年需要量是一百萬頭 你不可能運一百萬頭 小油仔子過去 那個費用是不得了的 現在運一頭大概是四到五千美金 這個是不得了的數量 那麼有沒有其他方法 這就是我們當時 劉佩奈公司做了 我們認為是有的 而且有很簡便的方法 我們就是把這個 瘤的卵果細胞提出來 在室館裡面培養二十四小時 然後人工受精在室館裡面 再經過兩個天的培養 發育成三十六個細胞的胚胎 再把它凍到液氮裡面 運到國內去 有基地 然後接種在母瘤的植物裡面 它生下的瘤就是這邊的赫斯坦牛 你看這個成本多低 這就是一個從市場發現機會 然後來很好地 把這個做成一個項目的一個典範 這個例子我可以舉很多 交集很多 那今天就不囉嗦了 那麼接下來就是 你的選擇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項目 這樣你才有優勢 不是所有的項目都有優勢的 你沒有優勢 你這個事情就做得很辛苦